Multiple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GSG UK Home 我今天来看看这个单位位于Berry Hills Mansfield Nottingham 这个屋远是很受香港人欢迎的 这里有很多香港人在这里买了 是一个小型的香港人村 我今天看这个单位的发电商是Advent Home 这间屋我们已经帮屋主买的 现在屋主准备放租 首先在这里介绍一下 Berry Hills周围的环境 让大家看看 现在还在建的 你看到这里还有一些工程 因为这个屋远还没建完 Advent Home还在建 但是屋盘已经卖了 他们开始发展 就是Berry Hills的第二期 我们的客户买了第一期 现在看到这个单位 业主准备放租 稍后我会和大家看看单位里面的设置是怎样的 首先介绍一下这里附近的环境 为什么这么受香港人欢迎呢 其实这里是校网有两间好的 GOOD GRADE的小学 还有两间GOOD GRADE的中学 还有两间GOOD GRADE的中学 还有两间GOOD GRADE的中学 至于购物方面 其实也挺方便的 开车6分钟就会去到Tesco的Express 另外开车6分钟就可以去到Saintsbury 还有开车6分钟就去到Audi 现在我就准备 进去这间屋里给大家看看 这间屋里面的装置 首先看看这间屋的 外围 这间屋是一间三房的 Saintbury Detach 在门口这里 是可以拍到两架车 发展商就在地下 拍车位那里还没铺好TOMAC 迟些会再铺好 在这里旁边的 还有一些西的办公室 当这个西办公室移走之后 发展商就会把这间屋里的位置 整理好一点 所以租客 到时来到这里住的时候 环境应该就会整理好 一进门口 其实你就已经看到 这间屋是开放式的 客饭厅 以及厨房 在入门口的左手 就是 地下的客厅 这个客厅 也挺大的 你会看到 一开门 在你的右手 就是一个 Radator 这个厕所 客厅 是一边铺了长砖 在这边的 这里 在这里的左手边 那边的楼梯 就是 直接向下租 楼上的房间 那边会向下租 大家看到 等下 进入 其实 一個很大的位置就是開放式的客飯廳 另一邊就是廚房 當你從門口進來的時候 另一道門是樓梯下面可以做儲物的地方 這間房子很光亮 剛才看到我正門對著花園的窗門 從另一個角度看 我手指的方向可以作為客廳的擺設 在這裡已經安裝了天線位和插梳位 那邊可以放電視櫃和電視 在這裡可以放梳化 在這個位置的另一邊 有一個雙層的radiator 在這個radiator的位置 可以讓你放到一張六座位的餐桌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位置分開 一半是做飯廳 一半是做客廳 你可以看到這個大全景 很舒服 因為你剛剛看到就是花園 另外 這是一個開口式的客飯廳和廚房 所以在另一邊就是廚房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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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間房子的採光度不錯 在廚房裡有一個窗 夠光 另外因為它對著花園 所以兩邊都透光 所以這間房子的採光度不錯 就是廚房的 最多的部分 廚房一定要改造 這裡是廚房用的 這間房的工作桌 你可以看到 廚房的工作桌面 是用大理石 用彩膜 跟一般的 一般的 木的工作桌面 这边是内置式的冰箱 冰箱的位置是用来放洗衣机 楼上是厨柜 打开厨柜 这个厨房是用无火煮食的 除了上面有很多的储物空间 下面也有很多的储物空间 这个厨房挺好放置 洗碗碟机放在这里 用水标的位置 因为屋主升级了厨房 所以用了深厨的厨房 另外这个厨房做了内置式的烤箱 这是烤箱 用了厨房的厨房 以及内置式的烤箱 大家看完楼下的位置 之后 上楼上就和大家看一看楼上的房 这个厨房 这是厨房 地尖 则是 명不弱的坑 选择地尖 所以选择地尖 选择地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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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人房是望花远景的 现在看到单人房是望花远景 我开开窗 这个窗有一个安全窗 有一个扣 是一个安全窗 这里是望花远景 这里是处理器的位置 这里可以放置单人床 这边有双插头位 这里可以放置书桌 这里可以放置单人床 有衣柜和书桌 对着楼梯 就是另一间房 这间是商人房 比刚才的房子大一点 这间房子一样 有两个比较大的窗 坐光度也可以 一样是望向自己花远的花远景 也会看到对面旁边的泊车位 这里可以看到旁边的花远 因为这间房子是一间 semi-detached house 这间商人房 可以放置一张商人床 在这里的位置 可以放置三门衣柜 另外 这里 也有安装了插头 可以放置 在这里 如果想放置电视 也可以放置 我现在和大家去看第三间房 第三间房 第三间房 也是一间商人房 这间房 这间房 看的景 就是看对面街景 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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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一些工程 正在做 这间房 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可以给你做一个衣柜的位置 就是 这边 现在对着这里 你可以放置一张商人床 在另一边 可以放置一个 沙门的衣柜 然后对着这边 可以给你装电视 这间房子 设计了 准备做主人房 另外 这里 有一个 中央的暖气 中央控制器 就是 用来控制 楼上每一间房的 热气 的暖气 在这间主人房 和刚才看的商人房中间 其实这里 还有一个 就是擠 boiler的地方 这间房子 是用 combi boiler 所以 这里 下面有点 位置 的空间 你可以用来做些些 储物的地方 就和大家看一下浴室 浴室 这里 屋主 其实 都做了 浴缸 所以 浴缸 这个位置 就是铺了 全是铺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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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 这边 这边是铺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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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使用浴室的时候 开门 要稍微留意一下 否则就会 困化了 radiator 和会困化了 门瓶 在这个浴室 装置 抽气线 可以包含抽湿的功能 看完楼下 和楼上的房间 之后 我就和大家 出来看看花园 这个花园 是一个正方形的花园 挺好用的 但是 你要留意一下 你会在这个花园 看到有 渠盖 其实是那些 污水渠 水渠 等等 你也看到 在这里 可以放到户外花园的家具 可以在这里 烧野食 在花园 这个位置 就铺了 一些砖 这个位置 就是 用来 让你放垃圾桶 就是 透过那个 门 把垃圾 推出去 收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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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